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韩国惊悚电影《深夜调频》 这是一个变态粉丝引发的故事 美丽的人气DJ女主是一位自强干练的单身母亲 为了治疗女儿恩秀日益严重的病情 她决定终止已经五年的DJ生涯 带着女儿远赴美国求医 在最后一次节目的开播前 女主收到了一份粉丝寄来的信件 上面记录的女主从开播以来 被女主批判过的负面人物和社会败垒 女主没有放在心上 随手就把信件丢到了垃圾桶 进信件的是女主的一个狂热粉丝小冬 患有精神病的连环杀人犯 因为受广播长期的影响 而幻想自己是正义的使者 这天杀人犯闯入了女主的家中 劫持了她的家人 要求女主最后一期节目 必须按照自己的要求播出 女主由于慌张拿错了杀人犯指定的歌曲 妹妹惨遭杀人犯断指 在胖大叔粉丝的帮助下 女主才正常的开播了下去 杀人犯杀掉了两个来女主家的行逻的警察 最后又因为女主播违反她的要求 而杀害了她的妹妹 女主为拖住杀人犯坐上一栋广播室 一边播出节目 一边急忙地赶回家中 而在女主赶到后 发现杀人犯已经劫持了她的女儿 还有妹妹的女儿开车逃亡了 女主再次追赶 在追逐的过程中 不仅撞翻了杀人犯的车 还撞毁了警车 女主最终还是没能救下自己的女儿 她还是被杀人犯给抓住了 杀人犯以女主家人的生命 威胁逼迫女主亲手杀死一位 之前女主口中的坏人 就在女主准备扣下班机的那一刻 胖大叔粉丝救下了女主的亲人 此时赶到的警察包围了凶手的住所 杀人犯在众目睽睽之下 拿女主当人质 好在之前 杀人犯的手枪就掉落在女主身边不远的位置 她趁凶手不注意 举起手枪 一枪把她送进了地狱 女主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小孩 影片到此结束 影片失禁的起因就是因为 女主满口漂亮话 让本来就是精神病的反派 走向了更极端 总的来说 就是觉得本片是一个大大的讽刺天 讽刺主播的满口的漂亮话 讽刺台战权力至上 冷漠无情 讽刺媒体毫无人情味 只要报道等 好的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